第九課是做簡易繪圖功能 這節課一樣就是用的data跟之前是一樣的 就把example data讀進來 要不要邊講邊做 好 我來讀一下檔案 一邊做一邊聽我講 在r裡面反正就是上一節的數據分析 這一節是畫圖 在r裡面最重要的是做一般的數據分析 前面資料整理那些其實都在服務最後的數據分析 當然之後的上課會有一些很神奇的功能 不過數據分析在r裡面很重要的功能 數據分析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是畫圖 在r裡面 r應該是所有程式語言公認畫圖最漂亮的 原因是在於它的自由度還有一些圖形的功能 所以我們要先學會畫統計圖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要怎麼畫統計圖 如果你想要畫直方圖的話 你要知道直方圖的這個英文叫Histogram 所以在r裡面它就叫Hist 然後Hist裡面你要放的是一個這個數值向量 你放入數值向量局 來說我們現在放這個Data裡面的這個EGFR的時候 你畫Hist 好這個時候你右邊的這個Plot這個區塊 之前我們都在Files 然後有時候會到Package 然後在打Help的時候會到Help 這個時候在你的Plot這裡就可以看到 這一個Variable的脂肪圖 好如果你想把EGFR換成 舉下來說這個SPP好了 好你一樣可以看到一個就是 For它的脂肪圖這樣子 所以Histogram不是很難畫嘛對不對 那接著 如果要畫核須圖的話 就是用BoxPlot 這個是核須圖 那核須圖 一樣按下Run了以後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Variable核須圖 那這個核須圖的中間 比較粗的黑線是中位數 是你這個Variable的中位數 然後它這個箱子的上界跟下界 分別是這個Q1 第25百分位跟第75百分位的地方 然後這個 上面這個線 是1.5倍的IQR IQR就是這個Q3-Q1 這一段距離 1.5倍的IQR 然後剩下點出來的就是 在Outlier的部分 就是不在這個範圍內的 它就把它點出來 看看有多少這樣子 好這就是核須圖 好那圓頂圖 圓頂圖 在畫之前首先你要先 圓頂圖在畫之前 首先你要先用Table這個函數 把你的類別變相變成一個Table 變成Table以後 你再把這個Table 丟到圓頂圖的函數 圓頂圖的函數叫Pi 因為它的英文名字叫PiChart 按下Pi了以後 你就可以看到0 1 2 3個Category的比例 這是圓頂圖 好最後還有一個 呃除了圓頂圖以外 我們要算比例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也可以用長條圖 長條圖叫BarPlot 這個跟Pi的用法一模一樣 BarPlot你可以畫出這個 每一個Category的這個長條圖 這樣子 好那這個 這個都是就是 這個用法都是非常簡單 就是 不需要去記住說什麼函數 它的這個 語法是什麼 就只要這個 只要去知道說 東西在哪裡就好了 就可以抄就好了 好接下來我們要 我們首先要先介紹一個東西 叫做這個 呃就是我們可以上色 上色的話你要上什麼顏色 你可以在這裡有一個文件 叫Colors in R 好這裡面有 R裡面 你可以打得出名字的Color 好你可以選一個你喜歡的顏色 然後把它放進去這樣子 好不過這個 等一下在這一節課的最後一個小節 我們會教怎麼樣調這個色 也就是說我們其實在R裡面 可以用任意顏色啊 只是說要怎麼樣取得任意顏色 這個我們在這個 在最後一個小節再來教 好那在這個 在這個 在這個 教這個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 顏色怎麼加上去 就像剛剛這個 Histogram 本來是沒有下Color參數的 現在我下Color等於Red 這樣子我按下Run了之後 它這邊就會被我畫成Red這個顏色 這樣可以嗎 可以試一下喔 可以試一下 然後這個 上面這邊有一行 這個 這個上面這一行 是R裡面在畫圖的時候 我可以把畫布切割成2x2 什麼意思勒 就是 我有時候我在 主要說我在 想要呈現的圖是 左上方是什麼 右下 左下什麼 右上什麼 你可以用2x2把它分開 2x2 如果你是2x3的話就是 Raw number 2 然後Color number 3 這樣子 好然後接著你一行行 執行這個程式碼的時候 舉例來說我 先這樣執行這兩行 好你看到 我們的左上方 已經出現我們剛剛畫的那個圖了 我們再做一個 BoxPlot 它就放在 右上方 再畫一個 PiePlot 它就左下 最後一個 右下 好 所以說 這個 在R裡面要畫畫 我不但可以做 選顏色 也可以畫主圖 這樣子 好 那如果 我覺得這個圖很好看 我想要把圖存出去 我們需要用到這個函數 剛剛 我們現在先清空一下 我們的這個 就是 Plot 現在這五行程式碼 可以畫出 我們想要的圖 對不對 好那我們要怎麼把這個圖存出去 最簡單的方法是 這邊有一個 叫Export Save As Image 好這樣你就可以把圖存出去了 這樣你可以把圖存出去 可以選路徑把圖存出去 好可是問題是 這樣子就是 就是 這樣子就是 呃 太low了 我們通常喜歡 呃 用程式碼來存圖 因為有時候你是要畫好多張圖 對不對 要怎麼用程式碼存圖 你需要在畫圖程式碼上面 加上行指令 叫PDF 然後 先打檔名 然後告訴我它的 寬 高跟寬 然後還有Family Family是字體的意思 這個Family這個字體 這個SERF 是新羅馬字 然後這個 Height跟Wave 它的那個 呃 單位是英寸 它的單位是英寸 好 畫完之後啊 我們需要打 DEV OFF 這是什麼意思咧 來我們現在再清控一次 然後我們先打下 PDF 這一串函數 看看會有什麼反應 按下RUN 好 什麼反應都沒有對不對 然後接著我們在執行 第一行 沒有反應 第二行 沒有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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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咧 原來第一行 它其實是開一個新的PDF檔 那個新的PDF檔 現在被開在這裡 注意它現在是0B 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好 當你把圖畫完之後 再按下DEV OFF的時候 注意一下它的大小是不是變了 變成了6KB 點下它 這個就是我們存下來的圖 好 存成PDF有什麼好處 它的解析度是無限大的 這樣看出來了吧 解析度 這個解析度 這個圖的解析度是隨便 是無限的這樣子 好 所以說在R裡面 現在我們已經教到 如何在R裡面就是 畫簡單的這個統計圖 然後並且把圖存下來了 然後這個 呃 然後這個 還有一個PART這個函數 可以指定我們 讓我們畫主圖的時候比較方便 好 現在就做一個練習一好了 這個練習一就是 我們現在啊 這個 剛剛我們畫這個 8PLOT的時候 剛剛我們畫8PLOT的時候只有一個GROUP 然後啊 這個 呃 這個 這個就是EGFR的分佈這樣子 可是你看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是 這個 Desease等於0 EGFR的分佈 Desease等於1 EGFR的分佈 這個圖在 就是 分析上是比較有意義的 我可以看兩個組別 他這個 呃 兩個Variable的分佈的差異嘛 對不對 但是這個圖要怎麼畫出來呢 呃 你可能需要 使用HELP這個函數 看一下 BOXPLOT 在這裡 你會看到 這個 函數說明 那 原則上 要怎麼做咧 你可以在Example這邊找一些靈感 然後 來看看 要怎麼改 比如說Example 我們這樣指定這一行 你看他畫出不同組別的了 所以說啊 如何從這個程式碼 改成 我們要的樣子 這個就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了 我們現在練習一下好了 我們剛剛是用這個 就是這一行來改嘛 對不對 好 這一行 這一行可以畫出我們想畫圖 可是 這一行裡面的參數我們看不太懂 好 首先 但是裡面至少有一個東西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是什麼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是個Data 對不對 那我們 這個東西 我們至少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物件裡面長什麼樣子 喔 裡面有 兩個變相 一個叫Count 一個叫 這個Sparate 那這個 這個顯然是個類別變相嘛 就是A到F 那這個顯然就是那個連續變相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怎麼改咧 所以其實很明顯 我們的Data是什麼 就DAT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這裡 這個 類別變相 我們要換成我們的類別變相嘛 所以我們可以換成Desease 然後 Count這裡呢 我們可以改成EGFR 那這樣子 我們再畫一次Run 已經很像了 差顏色對不對 好 在改顏色之前 我們先把這一行可以換成這個樣子 如果你不要Data Data等於Data的話 你可以按Data E...EGFR Data Desease 這兩行畫出來是一模一樣的 我把它清空啦 免得看起來好像沒有在畫 好 畫出來是一模一樣的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改顏色怎麼改咧 其實用想了就知道了 這Color就是 兩種顏色嘛 對不對 所以等於 Data Red 好 再執行一次 喔 這個 前面這個Color沒3 好 這樣是不是相對應的這個顏色已經飆上去了 好 剩下這個Desease EGFR 還有這個TITLE 這個就比較難找了 這個在Help這裡 如果你一直往下貼的話 貼到這一行 你會發現什麼 這裡被寫字了對不對 這裡寫字的參數是什麼 man xlab ylab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需要加 xlab ylab的話 就是這樣 xlab 等於 就來說 就來說 desease ylab 等於 EGFR man 等於 EGFR Value by disease 算了我隨便打了 XXX 這樣我們就可以畫出我們想要的圖了 這樣可以嗎 好就是 所以其實我們這裡學習的啦 其實並不是 我們並不是 這個練習題並不是真的想要你學習 box plus這個函數 是學習怎麼樣從help這裡 看 這個example 然後改成自己想要改的東西 這樣子 好這是我們學程式語言的核心目標 學習怎麼超程式嘛 好繼續 那這個 剛剛前面已經把這個四種 這個基本統計圖形 已經學會了 還有一種非常常用的統計圖形 沒有教 那就是這個 Skater Plot 這Skater Plot 這個 它要怎麼畫呢 它要用到Plot這個函數 我們來看一下Plot這個函數 要怎麼畫 散步圖好了 好看著 Plot 然後首先先放下 X軸的 這個 變相 再放下 Y軸的變相 我們要用SBP 對 DVP做 散步圖 然後YLab XLab跟Main 剛剛已經解釋過了嘛 好 按下Run了之後 你會發現 這裡的確出現SBP DVP 然後Skater Plot of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散步圖 好 那三部圖畫完之後 我們會發現一件事 這個是 空心圓點 這空心圓點看起來不爽啊 對不對 可不可以換一個好看一點點 可以喔 在這裡加上PCH等於19 它變成十星圓點了 好 可是 變成十星圓點 我們就很 這個 很好奇一件事情啦 請問一下 我怎麼知道19是十星圓點的 在R裡面總共1到25分別對應著不同的Mark 在這裡 這裡有1號到25號 不同Mark的對照表 所以說 舉例來說我想要換 這個 十星 十星三角形 十七 那我就把這裡 十九桿 十七 怎麼了 好 剛剛就是到這個PCH的對照表啦 剛剛我們就是講了這個 Protter 然後 這個算是畫三部圖的 然後那個PCH是調這個點的這個 樣子 所以那個數字是哪個數字都有對應的 在這裡在這裡 OK好 繼續 總共25種 好 那我們畫圖啊 就是 前面我們已經教了簡單的那個就是 呃 什麼直方圖啊 那些 那個都非常容易啊 那個都 一個函數就可以畫完了 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 這個 我們有沒有辦法在我們圖上面加一點料咧 舉例來說 加條線啊 加個正方形啊 加個什麼 呃 有的沒的東西 答案是可以的 因為這樣子自由度才高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加 好 首先 我們先產生一個 X跟Y 這個就是 這個相對應的這個意思就是 我要直接 點1 2這邊 做一個什麼事 點4 9這邊做一個什麼事 點7 6這邊做一個什麼事 然後啊 我現在按 plot new這個函數 好現在右手邊 被我開了一個空的新畫布 好接著 我打plot.window 然後x limit等於0到10 y limit等於0到10 這代表是 現在打下去這邊還是沒什麼反應 但是這邊 我現在已經指定了 x軸的範圍跟y軸的範圍了 接著 我打lice xy 就是1 2 49 76 所以我們期望1 2大概在這附近嘛 對不對 49大概在這附近 76大概在這附近 所以它是一個折線圖對不對 wrong 好看到了嗎 畫出來了 好那我們現在在做個實驗 現在我們y的 最大值是9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假設我們故意把y limit感8 這樣這個點是不是會消失 會被截斷 我們來試一下 看到了嗎 被截斷了 所以這些函數怎麼用 大概可以想像了嘛 對不對 好繼續 如果你的點夠密 其實是可以畫出圓的喔 不過畫出圓這件事情 就需要一點點小小的數學 就是我們要知道 這個 每一個value z我們把z當作是角度 z當作是角度 z當作是角度 我們的角度 從這個z 從0 然後0.01 0.02 一直到10 這個角度的 不是那個 不是度數喔 是那個 是那個高中那個叫什麼角啊 蛤 進度是不是 我忘記那個名字了 進度 好 那個進度放下 sine sine跟cos 你如果把他們兩個當作那個就是 呃就是 就是相對的作標 它就會化成圓 這個可以想像得出來吧 對 因為sine0的時候 等於 sine0的時候等於1嘛 sine0等於0 喔sine0等於0 喔對 cos cos0等於1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 呃 就是這個 sin1的時候 欸就是 90度的時候 sine是1嘛 cos是0嘛 對不對 他們兩個會互相循環啦 所以會形成一個圓啦 他們兩個那個波形函數 剛好就是這樣子 好所以我們把 x跟y變成sine函數 跟cos函數之後 我們再用lice來畫 你就會看到一個圓 那我們如果想要畫一個小圓 同個時間想要畫一個小圓 那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啦 lice 同個時間喔 我現在 x乘上0.5 y乘上0.5 就這樣子 再按下run 好裡面又出現一個小圓 所以這個 在r裡面畫圖是可以疊圖 就是一個一個疊上來 然後 把東西一個一個加上去 然後 看你想加線或想加什麼都可以 那這個圓為什麼是屯 因為 因為 像線 不是 不是 因為這個是顯示的問題 喔 顯示的問題 自己被拉持 對 可是 因為剛剛有教存圖 如果我們存圖的時候 我們可以指定它的長寬 這樣會比較完整 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現在 存圖的函數 我現在秀給你們看 pdf 然後這plot 2.pdf 然後height height等於5好了 這個單位是英寸 存完 然後開完pdf之後 然後後面dvoff 把這個圖關起來 我們全部執行次 我們看到這裡plot2這裡 看到這個就是椭圓 看起來好像還有一點點 曲調啦 原因是因為它還有一些圖像邊界的問題 這個都是可以調的 好我們繼續 這個前面有教啦 這個不用特別拍 好那 接著你學會lice這個函數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幫我們的圖加料 這個 我們剛剛這個 我們之前那個上節課 已經學會了線性回歸 線性回歸怎麼用呢 用lm這個函數 對不對 glm這個函數 跟lm這個函數 差不多 我們可以用 glm這個函數 獲得這個 用 spp dbp 他model的 coefficient 這個coefficient 我們 把它 把它 我們根據這個coefficient 畫兩個點 一個是在x等於0的時候 y等於多少 y是不是就等於22.56 在x等於200的時候 y是不是就等於 185.4 這怎麼算出來的呢 22.56加上 0.84乘上200 這樣可以吧 好 有了這兩個點來畫線之後啊 我們來 先把這個 原來的這個 scatterplot把它畫上去 畫完之後 我們來加上一條lice 用xy加上一條lice 這個xy顯然在圖形的外面嘛 對不對 所以說你看起來就是無線延伸的 看起來就像無線延伸 然後color等red lwd是這個線的粗細 好 我們按下run 看到了嗎 可以吧 這條線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可以為我們的圖加料 就是在經過一些這個 就是 先畫出一個底圖 然後接著 我們可以在上面就是 根據我們想要加線啊 加什麼都可以這樣子 好 不是只有可以加線而已 我們來看還可以加什麼 來 這個plot new這一系列 我們已經非常清楚了嘛 對不對 你還可以加字 那這個x等於10 所以你就是在10做一點事情嘛 對不對 10就是右邊 然後01就上面嘛 對不對 -10就左邊 0-1就下面 好 然後我們的t剛好是abcd 所以我們看起來這個意思就是 我們要把abcd放在相對的位置嘛 對不對 好按下run 好看到了 abcd 所以說這個 要加字也可以喔 加線是用lice 加字是用text 這個可以吧 不用特別記啦 就是回來抄就好 接著 函數points 可以為你的圖片加點 好但是 加點你點要什麼marker 就是要那個pch 跟那個pch有關 那個對照表 我們用對照表1到4 這樣我們就可以畫出 1234 這是不同的標記 1234 這四種標記 你可以回來看這個對照表 1234 這樣可以吧 所以其實 如果你要畫出這張圖的話 畫不畫得出來 可以 其實不是很難喔 好不好 你就手刻就刻出來了嘛 對不對 甚至可以用回圈來做 好 因為你可以 你可以一直往上嘛 然後這裡 Y做標是除以5的餘數嘛 他讀是讀integra 他讀是讀integra 所以你總共25個啊 然後你的x就是 除以5之後 假如說 整數部位嘛 對不對 然後你的Y做標 是不是就是 除以5的餘數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圖 是可以用回圈做出來的 這樣知道嗎 好 那point做完之後啊 好 這個Langin的 Langin的是什麼 可以為圖片加上注釋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一樣先開個plotnew 又是一個空的畫布 好 這裡 我要在top left top left 就是左上角 左上角 加上個Langin的 我們先把它run完 再看看是什麼 這個Langin的是說 我顯示的文字是 female跟male 顏色是red跟blue pch15跟19 所以是方形跟圓形 十星 然後 background grade90 是指說 這一個 顏色 background的顏色 Langin的00 我要在00的地方 加上 estimate 95%ci Lty 這個又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是實線跟虛線 這邊有很多參數 可以用 你在畫線的時候 可以在lice裡面查 help裡面查 這樣子 可以改虛線 實線什麼都有 這樣子 Lwd 線的粗細 然後 顏色block 這樣我就在這裡 畫 在某一個特定的座標 畫出我的Langin 所以你想要把你的Langin 放在圖片的哪裡 老實講你可以 自己去調 你可以釋出一個地方這樣子 Lty Lty 1是實線 2是虛線 3是點線 4 好 是什麼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 我有一個問題 我要怎麼讓這兩個變成 水平的主點 不是水平的主點 不是水平的主點 就是 estimate 能在 95%的 可別的優點 哦 你是說 我聽懂你的意思了 你意思是這樣嗎 等一下 我給你一個新的參數 我把它清空喔 等一下 這個這樣看不到 我把它改top left 好不好 不然我把Ncolum 我把上面那個改成Ncolum等於2 好了 我覺得你想要問的是這個 你想要問的是這個嗎 好 這個Ncolum等於2 就是說 我現在的東西 我要把它放在幾個colum裡面 如果你是colum等於 就是 假設有6個 你想要放2乘3 那就Ncolum等於3 它就會照著順序放下來 這樣子 好 所以這樣有這個函數就很方便了 不見得只有水平跟垂直的選項 也可以弄成一個矩陣的型態 這樣可以齁 好 Ncolum等於1 就跟剛剛一模一樣 對 好 就跟剛剛一模一樣 那如果已經等於3 它會有第三個控板出現嗎 我覺得不會耶 因為現在 這個我沒有試過 因為你現在總共只有2個 好 有第三個出來了 好 反正就是有這個功能啦 這樣子 好 可以自動幫它再用NRAW NRAW NRAW 它有NRAW這個函數嗎 我記得沒有耶 那不然我們試一下好了 不行 好沒有這個 因為它覺得這個太智障了 因為等有Ncolum就夠了 好不好 好最後 Polygon這個可以畫多邊形 這個LICE很像 做法跟LICE很像 但是就可以畫多邊形 這樣子 這個我們就 這個比較少用到 我們就直接複製貼上就好了 好 就這樣 Polygon可以畫多邊形 好 那 這樣畫到這裡為止啊 這個 我們可以再做練習2了 這練習2就做一件事情就好了 就是 首先 我們要 畫出一張這個長條圖 然後我們要長成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R裡面完全沒有這樣子 可以畫出來 所以首先我們要先畫長條圖 畫完長條圖之後 畫完長條圖之後 再一點一點的 把這個 東西 這條線 刻上去 那這些數字 我在這裡都已經秀好了 我的長條圖啊 要 這個高度要 32 33.2 這個高度要 34.4 根據這樣的底圖 然後我要把這個 把這個 圖畫出來 好不過 這裡我做一個 我今天做一個 就是 我做一個簡單的講解 不然的話 等一下應該都做不出來 好不好 就是這個底圖怎麼畫 這個底圖我們要這樣畫 我們先看一下 之前我們在畫那個 bar chart的時候怎麼畫的 好我們來 在這裡的時候我們畫的是bar chart 我們的bar chart是這樣畫的嘛 對不對 那bar chart這樣畫 它的input是什麼呢 它的input是這個對不對 502 293 190 502 293 190 這樣可以吧 所以如果我想要畫一個 以剛剛這個練習2 為首的底圖的話 我是不是其實要給它一個 33.2 跟34.4 的數值向量 這樣可以嗎 所以其實你要做的是 就是 m 等於 c 33.2 34. 34. 多少 34.4 好然後啊 我bar chart就畫m就好了 這樣子 我就出來了 好 然後當然顏色我要 就是我可能要gray 跟 這個顏色不是那麼重要 好不好 這個 如果沒有完全一樣就算了 舉例來說 顏色我要 這個gray 40 嗯 block 欸 white 好這樣子就有點像了對不對 好然後接著 接著這個 呃 左邊 右邊 這個是xlab ylab 這個剛剛上一節 上個練習題有教 呃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 desease ylab 等於 1 gfr 好我們根據這個 我們希望你可以把它改成就是 類似這樣其實就是加線啦 練習加線加字加rending的這樣子 好那怎麼怎麼 不過這個線沒有那麼好加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啊這個 先講一下 就是加減這個 呃 我這個 我這個 我這個東西是信賴區間 這個信賴區間有點難 就是有點難學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 我們這裡就學加減6.4就好了 加減6.4 沒有關係 這樣子 好大學生加減6.4就可以 然後右邊加減7.2 這樣它會稍微 跟這張圖會不太一樣 好我們練習一下 好這個 這題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啊我要怎麼加上第一條線 那剛剛那個 浩全的加法是這樣子 lice 浩全你是 是 放這個 0 10 對 10嘛是不是 然後 然後 010對不對 10是怎麼故意說的 他隨便試的 他隨便試的 不是不是我是用Sy 我去寫的 沒關係沒關係 意思一樣 對對對 Color等於Red 然後他覺得應該畫的線應該很漂亮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樣畫上去之後 欸他怎麼會出來是這條線 他覺得這個斜率是1啊怎麼出來是這條線 好我們來想一下為什麼 欸請問一下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X軸 如果斜率是1你看起來是斜直線的話 這個X軸是不是也要0到30 這樣它斜率才是1啊 如果這個X軸是01 那這樣子的話它斜率當然不是1啊 所以你知道這暗示著什麼一件事 X軸的尺度 我們現在看不到X軸的尺度 但X軸的尺度一定很特別 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試一下 試什麼勒 假裝我們把0 把X軸 10這裡 我們Y軸就不改了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改成2好不好 我們再稍微看一下 再試一次 是不是變抖了 喔2在這裡 2在這裡 所以如果我們要畫這裡的中間 是不是有點接近了 我們再試一下 1.9 好啦我要告訴你們答案是1.9好不好 1.9在中間 好那這裡呢 這裡的中間欸 0.5好不好看一下 喔在這裡 那好啦 答案是0.7好不好 有了這兩個以後 那就比較容易畫了 因為是0.7 1.9嘛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要畫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叫它這個 呃就是C 那個 M.Row好了 M.Row等於 33.2 減掉 欸我 我把這個 我把S把它換上去好了 S等於 6.4和7.2 6.4 7.2 然後 M.Row等於 M M-S M.Up 等於 M加S 因為我等下畫線的時候 要畫一個區間嘛 對不對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 問題簡單多了 我可以LICE 然後我這邊LWD 1.2 我的X軸 1.9 1.9 然後我要畫什麼咧 我的Y軸是什麼 我的Y軸是不是 這個 沒有沒有沒有這裡 我的Y軸是 M.Row的第二個數 和M.Up的第二個數 好我這樣子 這條線是不是出來了 可是這上面消失了 為什麼 因為 我的Y軸的LIMIT不夠高嘛 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可以給一個 YLIMIT 等於 0.50 這樣我Y軸就夠高了 我們再一次 看到了嗎 這邊就出來了嘛 對不對 好接著 1.9的出來以後 那這個 0.7的也很容易啊 對不對 0.7 0.7 第一個 第一個 好這樣這兩條都出來了嘛 然後再給他一些 這個就是這個 橫的 那橫的 首顆嘛 這不會很難 來 M.Row M.Row Y軸就是同樣的距離嘛 對不對 然後這裡我們可以 1.7到2.1 再畫一條線看看 是不是看起來有模有樣了 好 那這裡 在下一條呢 1.7到2.1 MUP 好 越來越有模有樣了嘛 對不對 好來 所以 有沒有覺得其實好像也沒什麼技術 好 0.7 那我們就0.5到 0.9 0.5到 0.9 看起來不太有技術含量對不對 好那接著 上面要畫這兩條嘛 對不對 那它是從哪裡到哪裡 這個也蠻簡單的 你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知道了 這個從 假如說 我們這裡從 呃 45開始好了 好不好 45 0.7 0.7 1.9 1.9 1.9 45 48 48 45 試一下 不滿意就再畫就好了嘛 欸這樣看起來是不是 有模有樣 接著 Tex 這個 呃 1.9和0.7的平均 是多少 我算一下 1.3 我們把它放在中間嘛 對不對 1.3 好1.3 然後 呃 49好了 然後Tex P 等於0.020 好 是不是加上來了 好 如果你嫌這樣不好看 我們把這邊 我們把這邊改48好了 然後這裡改成47 47 全部重做 好 是不是看起來 看起來就很 很厲害的樣子 最後我們再加上rengind 這個 top right 然後這個 我們要加什麼 這個 case control color color 等於 超上面的 然後這個 pch 等於15 pch等於15 就是那個方塊嘛 啊 是不是看起來有模有樣啊 好 啊不過 這個 這個顏色白色這樣不好看啊 這個都可以換的啦 所以這個 這個 我們 如果你要畫 就是這種空心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標準的程式碼在哪裡 好 用feel就是標準的這個 就是 直接那個 直接畫出那個 就是空心的 空心的方塊這樣子 好 那這個 這個圖都還可以再調整啦 就是你只要很會 熟練的操縱 就要這邊改60 然後這裡 這裡改50好了 這樣看起來 看起來又更好看了 這樣子 所以這個 在R裡面畫圖其實蠻容易的嘛 對不對 先搞一個底圖 然後剩下的東西 一點點加上去就好了 不用 不用說就是 一定要怎麼樣 然後畫的一定很精準 好 這個 我們現在來上今天的最後一個小節 今天最後一個小節 我覺得是 很 就是很重要的部分 重要的倒也不是他學到了什麼 重要的是我們等一下練習題 我們等一下練習題 其實是超別人的程式嘛 這樣子 好這個 來這個 剛剛的SBP對DBP的散佈圖 我們已經學過了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發現 因為我們的Sample很多 所以我們的點很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再畫一次這個圖 你發現是不是密密麻麻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這裡有幾個點 看不出來 我知道很密 可是我不知道幾個點 對不對 但是啊 你要注意到一件事 現在是因為我們用空心圓 所以我們勉強還看得出程度的差別 對吧 可是問題是 也許你覺得空心圓很醜啊 我想要用實心圓可不可以 比如說PCH 等於19 這樣我根本就看不出來哪邊密哪邊西蘇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所以說 那有什麼辦法可以去呈現西蘇跟密咧 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到這件事 如果我們顏色是透明的 是不是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你有透明度的話 這個 就是 比較 疊比較多的地方 它顏色就比較深嘛 那如果疊比較少的地方 顏色就比較淺 那這樣子就可以了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把顏色改成有透明的 好 來 在R裡面我們要使用的是色碼 要使用透明度的時候 我們要介紹的東西叫色碼 這個色碼是這樣看的 來看一下這裡 好 X Y 這個E0 右邊上面 左邊下面 這個我們分別要點上四個點 它的Color 現在總共給了四種顏色 這四種顏色 分別是 錦號 然後後面有 六個數字 或錦號後面有八個數字 注意一下 這個 這個F 就是16進位的 16 好不好 在R裡面色碼是用16進位的喔 為什麼 我們來講一下好了 大家在 Word裡面 假如打開Word 你要調原色 是不是 有紅綠藍 然後可以分別調0到255 有印象嗎 有齁 那 0到255其實就是 16進位的FF 他上限惡物就是FF啦 16 16 這樣可以吧 所以在R裡面 如果你要表達 其實不是說在R啦 在程式語言裡面 如果你要表達一個顏色的話 你可以用 紅綠藍按照這個順序 的16進位碼 給他 假如說FF F 這就是紅綠藍都惡物 這樣多少 白色 這樣可以吧 所以你可以在 完全你可以在 Word裡面 調出你想要的顏色 再把它畫到R上面來 好 那 來注意一下 所以FF0000 就是純紅色嘛 對不對 因為後面 綠色跟藍色都是0 那 FF0000 後面多了FF是什麼 後面兩個碼是透明度 FF就是完全不透明 00就是完全透明 所以80是半透明 16進位的半透明 好 0000 這是黑色 對吧 好我們來全部執行一次 看一下跟我們預期有沒有一樣 看到了嗎 純紅色 純紅色 半透明 半透明 黑 這樣可以吧 點的順序是 我這裡 跟我這邊有 10 就是這個點 所以我假如想把10 改成11 好了 就這樣改掉 它沒有順序性 這樣就上去了 它沒有順序性 好 OK 那 如果你懶得自己改色 就是你想要直接調顏色 你可以用RGB這個函數 然後去做你要0到1的紅色 0到1的這個 就是你懶得算16進位 0到1的綠色 0到1的這個 藍色 直就是0到1 對 然後這個 後面痘點0.5是透明度 会出現你想要的色 所以 我們剛剛這個圖 一個程式麻煩不改 我們在這個圖 我們多打一個 beaucoup color 那個點疊上去他就全黑了 這樣不容易看出差別 那我們把80改成30好不好 再做一次 是不是越來越有感覺了 所以說這樣子 這樣我們就會調顏色 而且會用透明度了 這個其實已經畫得很漂亮了 但是我們再來看更漂亮的圖好了 好 如果你直接用Smooth Scatter 你可以畫出跟剛剛類似的散步圖 而且看起來就更美觀 不過我跟你們講 這個Smooth Scatter我並不是很喜歡用這個函數 等一下你們就知道了 這個看起來不錯吧 對不對 有模一樣的 密度非常清楚 如果你想要加一些注釋 舉例來說在這裡 你想要加出這個條 你可以去問Google大神 R-Lengin的Smooth Scatter 注意喔 當你有什麼東西不會寫的時候 Google有時候是最快的方法 不是 不要這樣有時候是最快的方法 通常是 通常是最快的方法 通常是最快的方法 這個通常可能還不 usually是最快的方法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就是直接抄上去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看到嗎 注釋就出來了 好 所以說 學會Google之後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其實我們學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我們想要畫好看的圖 你就問Google好了 好來 我們要做我們練習了 練習二 練習三 好 感受過 Google大神威力的時候 你就知道 反正畫好看的圖 就是Google就對了 好 像GoogleR Skater Plot 然後找圖片 你發現 這張圖看起來真好看 對不對 那這張圖 你可以點這個連結 看到當初發問的人 他在講什麼 他說 我想要畫一個RSkater Plot 但是啊 我希望 這個是另外一個軟體畫出來 叫Maylab 這樣子 我希望啊 我的R的圖 這個半透明我會用 但是我希望畫成這樣子 有沒有人可以教教我 下面有一串人家示範的程式 我們全部複製貼上 其實你就可以畫出 一模一樣的圖 好現在有個問題 這個是 這個X軸是X1 Y軸是X2 我這個我不想要啊 我想要的是 超別人的程式碼 但是啊 我的X軸是SVP Y軸是DVP 不要只改X-Label跟Y-Label 注意它的range 好不好 注意它的range 所以 我要怎麼樣 把網頁上的程式碼 這一大串 把它改成我想要的樣子 對不對 這個就是要練習的 今天一定要會做這個 好不好 好我們來學習一下 就是 剛剛你們很 就是你們都找到 在哪裡改 其實非常簡單對不對 可是如果 它真的很複雜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來看 好不好 就是我們來學習一個 抄的流程 好抄的流程 是這樣子的 來 首先啊 我們一次這樣執行完 然後 欸可以 今天是這個人啊 他程式寫的非常漂亮 就是說 你只要改前 前面 結果就會出來 可是如果這個人寫的 不是很漂亮 或者我們DATA怪怪的 很有可能就到某一行 跑不出來 所以比較好的做法是 我們一行一行看 這一行到底是在做什麼 好 我們先執行第一行 這個RN或RM 我們沒有學過 可是這個X1 這個X1是什麼 我們就直接print出來看看 X1是一堆數字 我們問一下它的class是什麼 Numeric 我們 我們的DATA 有沒有辦法弄出Numeric的Vector 可以對不對 用索引函數 DATA 裡面的 SBP 對吧 那 X2呢 X2它是什麼 顯然也是Numeric 對吧 可以吧 所以說 那我們就知道啦 X1跟X2就分別就是 我們的 SBP跟DVP嘛 所以其實這樣改完 這樣就成功了 只是我們不要那麼快 好不好 我們一行行看 好不好 我們不要一行 我們一行行看 來 這樣我們才會更多變化 來 所以 SBP 這樣這三行執行完之後 這個DF 是一個Data Frame 這個顯然是一個Data Frame 對不對 因為Data Frame這個函數 我們學過 所以是一個有X1 X2的Data Frame 對吧 接著 這一行什麼勒 Dance Color 看不懂 這邊有人 它註解寫得非常好心 有寫註解 但正常來講 人家給你貼程式碼 不寫註解 那是正常的 好不好 但是 我們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假如我們執行完這行之後 我們可以看它的結果 注意我們 當我們不知道 那個函數在做什麼的時候 請你先看看 它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不要先去查Help 那是什麼 說明文件那麼長 誰看得完 對不對 這X是什麼 喔 這個是顏色嘛 這我們好像學過是顏色 對不對 顏色 這個顏色 如果你只去研究特性的話 你會發現 這是由 由黑到白 這樣可以吧 由黑到白 很特別的是 這個東西 RG 這一行 我們加上去之後 它顯然是在 DF裡面的Dance 這個 這個 Variable裡面加東西嘛 所以現在我們的DF 我們來看一下 喔 我們現在的Dance 它其實就是 1到256 那1到256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 1填入某個 顏色 2填入某個顏色 3填入某個顏色 這樣可以吧 把它當所影值嘛 把它當所影值 所以你看後面 等一下我們產生了這個 Colors 現在我們的Colors 就是長度為 256的不同的顏色 長度為256不同的顏色 然後我們把 DF裡面的Dance 當所影值 讓每個點 有了自己的Color 這樣我們的DF 現在就變成有 Color的感覺了 好現在又多了一個Color 叫Color 好現在我們按Plot的時候 它就可以畫出來了 最後我們再加上 XLab 等於 SBP YLab 等於 DBP Man 等於 XXX DF 好這樣我們這個東西就改完了 好不好 好來 有趣的事情在這裡 這一行 這邊有六個顏色對不對 對 這六個顏色這是什麼顏色 藍色 看得出來嗎 深藍色 這是什麼顏色 偏紅色在中間對不對 對 所以它其實是有順序的 所以如果 這一串程式嘛 我想修顏色 主要說我想要 藍到 綠好了 藍到綠到紅 好不好 藍到綠到紅 那綠 綠是不是 我們把這邊改00 這樣好不好 然後我們把這邊都刪掉 我們再重新執行一次 欸 視野蠻醜的 但是 但是我可以自己改顏色啊 對不對 這樣懂意思吧 很自由啊 我甚至可以就是 0000 這樣是藍到 黑到紅嘛 對不對 滿 滿北型 所以我給它的參數 它的漸層越豐富 對 如果我給它顏色很多種的話 它漸層越豐富 這樣 這樣懂了嗎 所以 所以這樣子其實 呃 改別人程式嘛 真的是蠻好玩的 對不對 改別人程式嘛 這個 這個技術是我們一定要學會的 其實做 寫程式語言齁 其實 最大的重點就是 抄襲啊 好不好 我們上課都不如鼓勵我們抄襲 但是寫程式 我們 鼓勵你抄襲 抄襲 抄襲 抄得好你就會寫得好 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啦 這樣子 重點就是 今天的重點 除了 畫圖最重要的重點是 學會google 這樣子 大部分的 usually 我們都可以用google來解決我們的問題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啦 可以嗎 可以可以 好好好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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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